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好有小红的陪伴和鼓励 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小红和小粉 我是卡车小红 我的工作是送货 现在我要去狸猫叔叔家拉货了 到了狸猫叔叔家 狸猫叔叔说 小红 请你们俩把这些箱子送到毕加索博物馆去吧 我们俩 叔叔 还有谁呀 小红问 是 是我 这石 是谁呢 是我们的小粉吧 一辆粉色的小卡车开过来了 我有些害羞 是个爱哭的胆小鬼 小红 请你多多关照啊 小粉 小粉在树后面小声的说 这次都是容易坏的货物 路上要小心哦 狸猫叔叔说完 小红和小粉 装完货物就出发了 嘟嘟嘟嘟 他们上了高速公路 太 太可怕了 小粉 哆哆嗦嗦的 左躲右闪 半吞吞的走着 很快 后面就堵了 好多车 对 对不起 大家 小粉 哭了起来 小粉 没关系 你靠左边走 跟在我后面 加油啊 小红 温柔的说 呀 我们的小红 鼓励着我们的小粉 他能够 越跑越快吗 小粉 按照小红说的 走在 走在马路左边 后面的车 全部从右边 超过去了 拥堵解除了 小粉 我先走了 小粉 小心点 加油啊 小粉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给小粉 补劲儿 谢谢 谢谢大家 小粉 慢慢 高兴 起来了 他们 走过城市 来到了 山路 小 小 小红 太可怕了 不行了 我不走了 刚进大山 小粉 就哭着停下来 没 没关系 小粉 慢慢开 我相信 你可以的 走吧 不要轻易 放弃呀 在小红的鼓励下 小粉 慢慢的 往前走 这时 哄 噜噜噜噜噜噜 发生了什么呢 啊 山体 滑坡 哄噜噜噜噜噜 小粉 当心 噜噜噜噜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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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岩石,一大块岩石掉了下来,差一点儿就砸到了小红。 哈哈哈哈,这么小块的石头,太简单了。 道路轻账车叔叔来了,小粉,小红,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放弃哦。 只要加倍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道路总会有的,哈哈哈哈。 谢谢你,叔叔,我会加油的。 小粉擦掉眼泪,就这样,他们俩在道路轻账车叔叔的帮助下,向山下走去。 可是,感谢我们的道路轻账车叔叔,是他帮我们小粉和小红,把路面上的石头,轻走了。 接下来会有什么困难呢? 啊,这,这是哪里呀? 小红叫道,呀,这是哪里呀? 好大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 他们,来到了哪里呢? 哦,哇,是鸡丑。 小红,小红喊道,糟糕,我们是要去毕加索博物馆的,却来到了相反的方向。 这可怎么办? 已经来不及了。 小粉的眼泪,啪哒啪哒,掉了下来。 小粉,不要放弃,无论什么时候,坚持到底都是最重要的。 小红说。 对,坚持到底是最重要的。 飞机叔叔温柔地说 然后 咔 快进来 快进来 叔叔这就带你们过去 对了 你们要去哪里呢 毕加索博物馆 小粉回答 我们很快就能飞到那附近的机场 快上来 马上出发 小红和小粉高高兴兴地进了飞机 轰 轰 起飞 出发 飞机叔叔带着他们 很快就飞到了 毕加索博物馆附近的机场 叔叔 谢谢你 小红 小粉 加油啊 在飞机叔叔的鼓励下 他们俩 继续 向前开 啊 一座吊桥 风一吹 吊桥 晃来晃去的 小红 我们 我们只能从这里通过吗 没有别的路去博物馆吗 小粉问 嗯 小红说着 开始慢慢地走上吊桥 就在这时 呼呼呼 一阵强风 刮过来 啊 好 好怕 我不敢过去 小红 哭着说 这时候 哎 会有人 来帮助我们的 小红 和小粉吗 胆小鬼 道路 轻障车叔叔 和飞机叔叔都说了 要坚持到底 你 不是也告诉过我吗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 轻易放弃 坚持到底 是 最重要的 小粉说着 走上了吊桥 哇 我们的小粉 好勇敢呀 小红 跟着小粉 小心地 走在后面 小粉 你真厉害 你已经 不再是 胆小鬼了 小红说 可是 风太大了 小粉 根本没有听到 我们的小粉 好厉害呀 越来越勇敢 他们俩 走过了吊桥 太棒了 我们过来了 过了这个山峭 毕加索博物馆 就在眼前了 博物馆的 狐狸馆长 在招手呢 小红 小红和小粉 家族游门 跑过去 搜 但是 速度 太快了 啊 听不下来啦 呀 这可怎么办 杀不住车 会不会 撞车呢 吱吱 他们在博物馆前 来了个急刹车 由于下山的冲劲太大 又突然刹车 结果 箱子里的货物 嘎啦嘎啦 咕咚咕咚 嘎啦嘎啦 不小心 全都 掉了出来 哦 哦 好不容易 才送到的货物 狸猫叔叔 还说 让我们 路上 小心呢 最后 却都打碎了 真对不起 小粉 哭着说 狐狸馆长 打开箱子 没关系 没有打碎呀 你们等一下 说着 狐狸馆长 把箱子里的货物 拼装在一起 请看 到底是什么呢 嘎 这是明天 恐龙展开幕 要用的骨骼 所以 小粉 不要哭了 狐狸馆长说 我 我才没哭呢 我早就 不是 爱哭的 胆小鬼了呢 嘻嘻嘻 小粉 高兴的 笑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最后 要过一个 摇摇晃晃的 吊桥 看着 都胆战心惊 原本是 胆小鬼的 小粉 一路的精力 让他变得 勇敢 带领 小红 勇敢的 过桥了 小粉的故事 告诉小朋友们 不要害怕 勇敢一些 没什么 大不了的 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